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读片赞助播出 谷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 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 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 西北肯骨三镇 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筍骨中慢慢放毒 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 西宁 西宁 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 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请您用餐了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 这事儿还得泪巴来 哪家泪巴得人心 看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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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清楚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 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在谈这个事 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你说我们怎么做 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 我发现真的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 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 嘶 就这气场 一点也不嘎呀 再过两三天晚上就进入 我们青海地方的大旺季了 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 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成做好保障 上到 七月爆单 小店一级警报拉满 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 嘎张娃抬前幕后一把抓 不废话 干就完了 这多了就伸牙都不行 可能每天晚上五点多到六点 总是到点 一楼出发一楼出发 你好 你们干嘛就好啊 稍等一下啊 看一下报件全来了没报件 你好嘎张娃 嘎张娃过来去是吧 张生云 非典型性西北汉子 看着斯文 谁成像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 生烤是对古边肉最大的尊重 靠近骨头的肉 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 柔软和多汁 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 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洋最鲜嫩的滋味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吧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 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 锁紧牙关 想扯下丸巾换出野性 却又被筋膜征服 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 也久了 来点反扑归真的味道 论吃羊肉手抓 稀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 在于调味 草果 干姜 胡椒 常规调味不值一提 一大把颤字寻化的花椒 才是嘎张娃利于不败的秘密 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 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 鲜香厚麻 赋予手抓以清香 道行太浅 你体会不到 味道讲究 切块必然讲究 大小尺寸一致 厚薄均匀 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 又有啃的快乐 这是细节控嘎张娃 留给顾客的诚意 讲究事还得讲究人 嘎嫂您来办 她的眼睛就是齿 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西宁的手抓熟而不烂 淋上自制的蒜蓉酱 直接上手磨具小节 从左撕到右 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先啃肉再撕筋 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 在嘴里越嚼越香 几个回合下来 光秃秃的骨头们 就是最佳证明 吃起来就特别紧压 特别好 也没有太多的山味 也没有其他的 没有山味的秘密 来自平均海拔 三千五百米以上的 青藏高原最东端 奇连草原 前段话要肥 现在不要太肥 我们这个叫刀柜镖 小风那么一吹 春种藏西洋 开始今日份的草原walk 饿了吃吃虫草 渴了喝喝血水 就是 是不是要提防霸总上演的 吹猪戏马 几年了 要看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 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纪念了那个时候 手段已经是 六块钱好像是 这我记得特别清楚 九十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 一百多差不多有两百 差不多 所以那时候年轻嘛 也膨胀嘛 就方便面也 自己也有些变化 瞎玩嘛 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 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 整个就开始负债了 那个时候 年轻的张生云 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 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 强迫戏节控 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 凭借一手炕锅羊排 重回巅峰 生烤手抓 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 直接上古边王炸 与本地碳水金疙瘩 土豆共立热油 再入炕锅 水分被彻底靠干 手抓变身炕锅 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 颤豆瓦牙齿均 吃炕锅羊排 首先得抛起优雅 释放天性 眼骨头把肉撸下 一时间 脏西洋的滋味 刀背镖的焦香 肋肩筋的弹性 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 不忘此生 一块接着一块 根本停不下来 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 吃肉不如啃骨头吗 对不对 带骨头都是香的呀 吃香就无所谓了 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天不明好 三心敬你 三八四 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 嘎掌娃再创佳季 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 暂告一段落 谢谢啊 谢谢朋友们啊 八家一出来啊 我把灵魂质子交给啊 没有他别人做事 他就找我来发火 给我发钱 我有去去喝喝 只有他知道 现在好多了 啥事情就是不说了 不骂了 再就是好好沟通 万一他骂了 就给我赔礼道歉 奔波劳累的干犯人呢 我们总是忘了 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 生活如啃骨 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 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 如今半生走马的嘎掌娃 终于学会收敛脾气 克制锋芒 不着急细胶慢咽 切手那份原始的冲动 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 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 一步一冲天 嘎掌娃的抗锅羊排 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 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 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 有多邪 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 飘出一片骨边肉香 必然有点东西 夜晚降临 苍南的池货们蠢蠢欲动 直奔主题 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本地小吃肉羹啊 肉燕吧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 鸡壳在家 等等 什么是鸡壳啊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 其实叫鸡架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 跨越山海来到苍南 在美食制霸的路上 越走越远 这座地处浙敏交界的小城 口味多变不拘一格 完美地继承了敏味的面子 和浙江精干的李子 放映成人话就是 会搞钱又会吃 感觉乳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 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 因为我筋打细散 所以说一直以来 我这个店就是说 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老吴 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 做的一手好鸡壳 完美地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它有一点点肉 骨头香 这个是吃它骨头旁边的肉 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挺一点 鸡脚就直接说说 所谓鸡壳 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 缩骨缝里的肉 缩肉丝里的汤 灵魂一缩 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聊 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 轻轻一敲 七零八三 小汁一浇 让人欲罢不能 不着急 接下来登场的是好CP猪头牌 一锅卤汁两种风味 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 低成本 高回报 为了避免卤厚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 他只能委屈垫底 猪骨鸡架一锅 偶然的一次尝试 又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 仅仅一小时 骨架兄弟退去粉嫩路径 老城持重起来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 双手抱住 直接开垦 这是青铜玩家 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 推出骨鞭肉 进阶白银 盯住猪天梯 在一中时刻的哄抢中精准打击 这是黄金玩家 撬开骨头小嘴一作 骨髓伴着鲁汁入口 含泪当上拆骨之王 不知不觉说得干干净净 猪头牌小青铜们 汗流加倍了吧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 骨头肯肯肯还挺喜欢的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搞这个煮制品的话 刚好不是搞高摊嘛 多余下来嘛 等于说二次利用嘛 价值就更高了嘛 后来就改成烧锅面 感觉还可以 哎呀味道挺好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 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 猪骨机架炖出的高汤 必须成就一碗砂锅 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 是极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 亲口解腻 非他不可 这套缩骨套餐 八榜苍南宵夜界多年 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 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 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饮 三十年了 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 老吴用他三十年的不便 守护着这家小店 一张小桌 一份即可几个老友 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 小口缩骨 小本经营 小城往事 从东到西 肉越吃越少 骨感越吃越美 在成都 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头号玩家光头哥 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 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 一粒电信街三十年不倒 精准的火候 精湛的手法 还有一瓶精神食粮 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 西南骨头好啃 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我把骨头都叫来了 兔头让人顺耻回味 大工人暂停 松人集合 吃的是狗尘 再做的是鲜尸 你们是松尸了 光头哥得紧张啊 鹅唇兔头焯水 骨头再抹水当入味 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 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 最后再回锅重造 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 还得一勺力量加持 光头哥做料 通常看心情 遛狗时不做 好漂亮哦 真的你们做得出去啦 聊天时不做 放空时不做 那么什么时候做 两三点钟就开始做 月黑风高加班夜 一口炸物一口酒 光头哥点火开稿 上乘牛油打底 叠加奶香 火候入微 所以轻松 清新解腻 直听的滋啦一声响 皮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 川菜之魂燃动 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 得另起新锅 离火焦油 激发香气 风味升级 倒入本地二斤条辣椒面 持续搅拌 释放辣味因子 红润醇和的辣椒油豆豉 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 此后增味 交给牢糟 还需逆风发酵一天 那今天这个班 就先加到这里 我学外外 教着你 你不一定都 都能做到同一个 学学的东西 都有差异 将相川味拉满 鹅唇兔头 天涯何处蜜之音 这个天才是肉 我后面都上班了 超兔头 按照相面 三分合照 试试这个 秘密火 这个我也要 鹅唇兔头得用啃 从外到内 鸭齿在骨头上试探 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就是啃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就很好吃 我觉得满满似个油紫儿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 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焦香的表皮 甘酥的骨头 软滑的内里 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 用力吸 辣的爽快 麻的过瘾 香的做饺 再一扎嘛 豆吃鱼韵 令人上头 拿块骨头嚼不碎 那就扎不扎吧味儿 一点也不能浪费 作着滋味儿 喝着小酒 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 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 外面的世界 走得多快 都与这里无关 下班收工 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镇 画画家长 城市 那边网 这边背上哈 在我们这要开始了三十年的地狱 大油爪门 我叫它油爪门 它是一种花 麻麻辣辣 舒舒服服 学学上转 采取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耶 耶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 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 炮些烟火 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 这份松弛感 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 很安逸 拔死的呗 即将不获之年的嘎张娃 做出了开心店的决定 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 更增加了闯关难度 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 她的勇气和坚持 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欧洲杯如获如荼 身为C罗球迷的老吴 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 凌晨五点 她紧张地握着双手 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生活这块大骨头 无论是撕扯着啃 缩落着啃 还是扎巴着啃 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 抹去嘴角的油 回味来时的路 顺指过一关 快乐翻一番 江湖菜馆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